ESCO主要的法例只是一條,就是RESPA 它是聯邦法,它需要所有方是在closing cost 講清清楚 這條法例是誰人買一間屋住的時候,聯邦是要控制住它 基本上所有銀行,Motarlander,是直接under這個RESPA rule 最大的exemption就是,如果是私人借貸的時候,RESPA可以無理 在RESPA裡面,例如說不可以有kickback,不可以有unearned fee unearned fee,就是說那些fee不是因為做了一些東西而有 從Being List as Closing Cost,你不可以請他吃飯等那些東西,放在closing cost上不行 那麽呢,Violator can be punished,是坐牢或者罰一萬元 RESPA主要是控制住那些blender 那ESCO agent呢,其實就是需要用那個Hut One的表格 是一個表來的,其實它itemize所有closing cost 所以換句話說,ESCO,它在closing的時候呢,它首先會把這些東西填在一個Hut One的表格 叫做uniform settlement statement 幾錢是什麼,幾錢是什麼,然後叫雙方簽名,看完這個form之後 然後呢,就確認了一個copy 那這個呢,就是叫做ESCO和RESPA的籃 基本上summarize,ESCO呢,我們是一個和ESCO agent是一個合同 它是會好像一個第三者那樣,如果是做了事情,雙方cancel 或者是有一邊是決定退牌,那都可以terminate ESCO 但是沒有說說terminate,它是收不收錢